在第六屆北京孔庙佛福建国学文化节期间,我区举办国粹岁源处缘华夏流芳佛福建大讲堂,十周年大师讲堂。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陈兰先生为区委区政府举立中心组做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的演讲,陈兰先生曾为中央正义的学科,现在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馆员,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家。 三十多年来,他笔中不错,出版了《诸子哲学研究有无知性》,《古代宗教语文理和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等,许多著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做出出出贡献。 特别是2015年初完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价值观的绝结基础,深入变形了中西核心价值观的系统,引起了社会的大关注。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兰先生为我们讲到。 谢谢宋书记的介绍。 当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中华谈话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弘扬优秀中华文化。 最近几年,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的提出,它的体系,它的涵养和健行,必须与中华优秀文化为基础,为源泉。 最近几年,大家对中华文化越来越关注,党政机关也好,社会团体也好,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从2012年到2013年,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特别提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它内在包含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换句话说,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条件,一个方面。 所以各地对中央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关联认识的也更加清楚。 今天我们这个讲演还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入手,来介绍中华文化的一些基本的理念。 也需要落脚点,落脚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 先讲中华文化,刚才我们讲中华优秀文化,什么是中华优秀文化? 经常有人提这个问题,甚至我们很多领导部门,关于宣传文化的领导部门也系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很简单。 习近平总书记从2013年以来一直讲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叫做弘扬文化优秀文化? 他说有四点,就是把中华文化里面那些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 四点,一个是超越时空,古往今来,不是只有现在的文化,还有这些东西。 几千年,五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可以产生这样的文化内涵。 跨越国度,就是说它的那个影响力和它的价值的适用性,不是仅仅适合于中国,它也适合于世界。 富有永恒魅力,又具有当代价值的,这些文化精神,文化内涵,要把它弘扬起来。 因此我们今天讲什么是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文化里面,符合这四点的那些内容,就是中华文化。 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 所以我刚才说,我的答案很简单,符合习总讲话这四条的,就是中华文化。 当然我们还可以具体列举,你比如说,关于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十八大讲了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三组二十四个字。 那个习总呢,后来讲话,讲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 那哪些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观,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呢? 他那时候不是讲了六点吗?讲仁爱,众民本,上赫赫,求大同,一共讲了六点。 所以我想,就是习近平总组的讲话里面,不仅呢,他提出了这个标准,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四条,什么是中华优秀文化? 同时呢,他也做了具体的列举,是吧,具体的列举,也有很多方面,他很多次讲话。 你比如说,2014年,2014年在这个,八月份在国际如联的那个代表大会的时候,他讲话,讲了十四个方面。 所以不仅讲的那四个标准,还具体的列举了很多内容。 所以我们那个,应该说,习近平总组的系列中华传画,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他的基本的特点,是吧?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四个,就是基本的特点。 还有他一些具体的理念,是吧? 都做的一些提示,是吧? 应该说,指出了这个方向。 那今天我们讲价值观呢,讲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我们, 为了这个并与大家学习吧,我们分成为几个层次。 因为十八大,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呢,分三个层次。 是吧? 一个是国家的层次,一个是社会的层次,最后是个人的层次。 是吧? 什么这个诚信呢,友善呢,这是个人的层次。 是吧? 什么富强啊,这些都是国家的层次。 公平啊,这些都是社会的层次。 是吧? 我们今天呢,也分成几个层次来讲,参重文化的价值观。 呃,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呃,我们叫做治国理政的层次。 是吧? 治国理政的层次。 这个,就关于治国理政,啊,古代中华文化里面,啊,他所突出强调的,啊,那价值理念。啊,就相当于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啊,我们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的层次。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层次是讲治国理政的层次。啊,那么,我讲呢,四个理念。啊,四个理念。啊, 呃,切合我们,也切合我们最近,这个,这个,十几年来,啊,这个,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一些口号吧。啊,呃,第一个理念呢,叫做以人为本。啊,呃,第二个理念呢,叫做以德为本。啊,呃,第三个理念呢,叫做以民为本。啊,呃,第三个理念呢,叫做以民为本。 啊,呃,把这个,呃,把这个四个理念,呃,把这个四个理念,作为我们,啊,第一个问题,关于治国理政的价值观。啊,呃,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讲,啊,这个第一点呢,就是以人为本。啊,那以人为本这四个字呢,在新世纪啊,啊,啊,开始以来啊,呃,应该说,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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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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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学派的一些思想观念 就收集在这本古书叫《广子》里 在先秦就出版了 就流传了 那么这个《广子》里面就有这句话 叫做以人为本 所以我刚才说 虽然这个理念在新世纪以来 党中要特别提倡 可是它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 它是有它深厚的分源 所以刚才不是讲话 习近平总统讲话 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是凭空提出来的 它是有源泉的 有基础的 那么其实你像这个 以人为本 应该说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观念 虽然没有反映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那个二十四个字里面 但是它确实是我们今天 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价值观 而这个价值观 它是有很深厚的一个律师的基础和根源 那么这个要说得更早 因为广子 它是春秋初期的人 这个广子学派的形成 它是贯穿在春秋战国时期 但是呢 这个以人为本这个理念 应该说 它很早就形成 而且成为 中国历史 一个有特色的 一个重要理念 怎么说呢 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们今天讲价值观 什么是价值观 价值观 也可以说 我们用哲学的语言来讲 它就代表一种价值的偏好 代表一种价值的选择 所以呢 它总是相对 它和什么什么东西相对 在这里面 表达出 它对相对的这个一组东西里面 它对哪个东西 最注重 最强调 所以你比如说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这个观点呢 它有一个对立面 它是在跟它这个对立面的展开中 体现出 它对这个东西的强调 你比如说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在古代来讲 它针对的对象 是以神为本 我们可以说 在全世界 所有的古代文明里面 文明古国里面 它在古代的治国理政 一个基本的理念 体现的一个基本理念 是以神为本 是以神为本 那左传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 说叫 国之大事 在四与荣 四就是祭祀 祭祀神灵 荣 荣就是战争 我们讲荣马生涯 那是提前战争 所以古代文明和文明古国 最大的两件事 一个是怎么祭祀神灵 一个是怎么 这个从事战争 所有世界文明 古国 古代文明 都是 在治国理政上 秉持的是 以神为本 这也不奇怪 因为在几千年前 人的认识能力 胜利发展的程度 它决定的是这样 可是 在所有的文明古国里面 只有中国人 是吧 在两三千年 全世界都主张 以神为本的时候 中国人很早就提出了 以人为本 把这个作为 治国理念 在这点来讲 这个 一定说中华文明是 很了不起的 那么当然这个具体 这四个字在什么时候 提出来的 我们不能说 做一个具体的 说 公元 七百六十八年 说的那么具体 不可能 但是这个概念 应该是在 春秋时代 已经渐渐形成了 可是它真正的产生 作为思潮来讲 要比这个时代更早 就在西周的时代 在西周 也就是在公元前一千年 到公元前八百年 这个之间 在中国已经形成了 这样一个思潮 我们在地上 把它叫做 西周出现的人文思潮 人文主义的思潮 就是不再把神的地位 看得那么重要 因为神和人 那两者比起来 人的地位更重要 这个在 应该说 在世界文明史上 我们中国人 很早就形成了 这样的理念 而且把它贯彻为一种 政治的理念 治国的理念 这个先不多说了 那我想 就是这个理念 其实它影响很深 你比如说刚才讲 他很早就认为 神没有人更重要 所以他就提出 人为万物之灵 就宇宙万物中 他不是讲 神怎么那么重要 他是突出人的重要 人为万物之灵 还讲 天地之生 人为贵 天地万物中 人是最贵中 这个贵字 非常重要 中国古代 我们古文里 没有价值这个字 也没有价值观这个字 那么很多的价值价值观 是用贵字来表达的 所以人为贵 就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天地之生 人为贵 那么甚至呢 还有讲 人是天地之心 天地有没有心呢 没看到什么心 如果天地有心的话 人就是天地之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是这个宇宙间 最重要 最精华 最宝贝的东西 我刚才讲 我说这样的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 它影响很深 我看这个在座的 白头发的同志不多 凡是头发白的同志 就能记得那五六十年前的事 是吧 五六十年前 大家都要被毛主席语录 是吧 毛主席语录论有一条 说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可宝贵 白头发的同志 是吧 想想有没有这句话 是吧 那这句话 你看我们跟我们三千年 那古人讲的 人为万物之灵 天地之生 人为贵 是吧 就说明古代的思想 不是说跟今天没关系 是吧 它通过历代的传承啊 它也体现在我们今天 是吧 也体现在二十世纪人的 思想里头 是吧 也影响二十世纪人的 这个价值观 是吧 所以这个呢 我想这个是 第一点 我就 不多说了 当然了 这个大家如果在 孔庙里边 是吧 熟知 这个 做这些孔庙里边 我们那个 我没到孔庙去看 我看那个 那个 徐福的孔庙 他到处 包括那个小树上 他都绑着一个 孔子的语录 那孔子 有一个思想 在这方面表达的 比较清楚 就叫做 敬鬼神而远之 是吧 就那个时代 你让那些人 根本 有一个无神论的思想 说神是不存在的 那不可能 但是他认为神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人事 敬人事 听天命 敬鬼神 而远之 鬼神 当然 如果他存在的话 那还是要 那还是要理尽 但是而远之 是吧 我们的主要经历不是放在那 是吧 是要放在 放在人 人的身上 那这个思想 当然从近代来讲 他把它进一步发展 不是我们今天 就一百年前 我们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已经有一些新的看法 像康奥维那个时候 就讲 中国人以人为本 他有两个功能 一个呢 他可以抗拒以神为本 包括西方的这种基督宗教 是吧 这什么事情都是以神灵为本 他可以抗衡这个概念 那么另外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呢 他就已经认识到 所以以人为本这个观念 他还可以抗衡 现代社会里面发展的一种观念 就是以物为本 是吧 就是物化 物化的现象 对物欲的追求 是吧 坚持挺立 人的主体地位 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 这个十几年前 中央提出来以人为本 这发展理念 显然是跟以物为本的观念 是吧 是要跟他拉开距离 什么是以物为本呢 你比如说 发展以GDP为本 这就是以物为本 不是以人为本 所以一百年前呢 我们那个 这个先进的中国人呢 像康奥维 梁启超 已经看到这一点 以人为本这观念 不仅在历史发展上 表达了体现 中国文明的那个 它的优点 而且即使在近代社会里面 它仍然有它的意义 有它的现实意义 这是我们 第一点 以人为本 那么第二点 就是以德为本 那么以德为本呢 当然也可以说是以德之国 是吧 这个因果国 我们因为突出这个价值观 我们就把这几点都顺成 以什么为本 是吧 当然古代 也有以德为本这个讲法 是吧 但是我们比较流行的 像以德之国 到今天我们 还是讲以德之国 从九十年代 中央正式肯定以德之国 这个概念 那么以德之国呢 这个概念我刚才讲的 就是价值观啊 它总是在比较中 来体现 是吧 那么以德之国呢 它这个对立面是什么呢 就是以行之国 刑法 是吧 那么古代来讲呢 它这个刑罚 是吧 那个用刑罚 来作为治国的根本 那么这个理念呢 应该说 也是在世界文明古国里边 是普遍 在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像商代 商代很强调以刑 以刑罚治国 那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商代最后一个 帝王 这个商咒 具体我不用再举 这个具体的例子 所以这个 在西州啊 开始啊 就对这个历史 有个反思 就是不能像 这商咒王那样 这样治国不行 他就提出两个口号 一个叫做静德 一个叫保民 这静德保民呢 其实都是针对 这个商咒王呢 这种以刑罚 刑罚是针对人民的 以刑罚来管理人民的 这样一种治国的理念 那静德呢 就是说 静德就不能 就不能够重刑罚 就要慎刑罚 明刑罚 把那个注重刑罚的 那个重点 转到静德 静德在当时来讲 就是 也还是审慎的 来使用道德的方法 来管理这个社 那么保民 保民呢 那就是你这个 治国理政的基点 不是去 压迫人民 去用刑罚 去残害人 而是要保护人 这会在西州就出现了 那么这样的理念呢 应该说 在世界文明史上 还是少有的 那么这样一个观念呢 特别是静德的这个概念呢 到了春秋时代呢 就越来越发展 是吧 那最明显的呢 就是 我孔夫子最后讲的话 孔夫子就把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和他的对立面 讲清楚 孔夫子就讲什么呢 孔夫子讲说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啊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由耻且得 那么这个道字呢 今天我们写成道路的道 古代这个字呢 它是通道 领导的道 领导的道呢 是道路的道 也加一个寸字 古代这两个字是通用的 那么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这个其 其就是整其化一 就是规范管理这一字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用正令 正 道之以正是正令 其之以行 行是刑法 如果用正令和刑法来管理这个社会 行不行呢 有没有效果呢 也有效果 所以孔子讲说 民免而无耻 人民可以 不做那些违反他的行为 违反那正令和刑法的行为 但是呢 这个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为什么不是理想的社会呢 因为人民没有羞耻心 就没有精神文明 这个社会不理想 所以孔子主张理想的这个治国理念 和境界 是道之以德 其之以理 德就是道德了 理是理俗 理 这些 不是法律 也不是暴力的形式 软性的 这种约束 比如传统的理俗 用这样的形式来管理这个社会 用道德来引导人民 说尤识且隔 一方面老百姓的行为上能够去遵守 另一方面 尤识 尤识那就是建立了社会的精神文明 所以孔子呢 你看他道之以德 其之以理 他就宠上的那治国理念 不是一个以行为本 就是以德为本 所以呢 到了这个孔子以后 应该说 这个理念呢 在中国历史上 被继承下来 当然 不是说孔子以说 大家就自然就接受了不是 他是经过历史的选择 就是孔子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呢 大家都不太理睬 因为进入战国时代以后 大家都争着这个富国强兵 结果呢 很快啊 这个秦国出了头 统一了整个中国 建立了统一的秦朝 那么可是秦朝呢 他二世而亡了 是吧 把秦朝王的儿子二世而亡 那么这个是对中国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因为在秦国以前呢 这个姚舜与夏商周 是吧 这些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面 每一个朝代 也得四五百年 五六百年 是吧 没有说这二世而亡 所以中国人呢 讲究要长治久安 所以二世而亡啊 他是根本上 他是 他是跟对长治久安 是相反的 所以中国人就认为说 这个秦代的这个统治的 治国理念和他的实践 是个反面调材 因为他不仅不是长治久安 而且是他的反面 这个国家很快的就 就就就就亡了 是吧 这个 那问题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秦朝王所代表的 治国理念 应该说就是以心为本 法家的这个以心为本 那么经过这样的一种反思 调整实践 到了汉武帝这个时代 应该说 就确立了这个以国为 以德 以德为本的这个 治国的这个继绵方圈 那当然汉武帝呢 他不是仅仅就用儒家的思想 他也吸收过各种各样的思想 但是他就认为 主导了价值理念 这个治国理念 主导的价值理念 不能是 以行为本 以好为 必须以德为 主导的价值理念 一定是要以德为本 以德治国 在这个前提下 可以吸收各种各样的 这个继续方法 那么这样一个 治国的模式 理念 两千年来 中国的理论上没有改变 历朝历代的皇帝 不管他自己怎么样具体做 做得好一点 做得差一点 是吧 这个 他 他必须在理念上 他承认 是吧 这个是正确的 主导的价值观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应该说 也是我们 这个 古代 这个 在治国理念上 非常重要的 一个价值理念 这是这样的 第三点呢 我们叫 以民为本 那以民为本 这个民就是人民了 是吧 那以民为本 跟什么相对呢 当然是跟 以军 以军为本相对 军就是君主了 国军呢 我们看看 世界历史上 世界历史上 在古代历史上 所有的国家 都是君主制 都是君主制 你看两千年来 欧洲不是君主制吗 印度不是君主制吗 日本不是君主制吗 无一例外 可是在君主制的 社会里面 反对以军为本 倡导以民为本 明确的讲 以民为本 这中国很早就提出来了 很早 两三 这个 两三千年以前 甚至更早 就已经形成 那样的思想 这个不能不说 这也是中华文明的 对世界人民的贡献 你比如这个思想 其实在 我们也讲 古经里面 上书里面 其实已经开始 有这样的观念 比如上书讲 叫民为邦本 邦就是国 古书里面 本来是写的邦 汉代以后 汉高祖叫刘邦了 所以邦子都改成国了 是吧 那就是 治国要以民为本 这就是 您为一帮本 这概念 这概念应该说是相当古老的 相当古老的 那刚才我讲 我说那个 那个 那个 古代很多的观念呢 他不仅仅是在治国旅政上的一个明确的观念 他甚至可以把它放大为一个哲学上的观念 你比如说人为万物之灵 天地之声 人为贵 这样的思想理念 已经是一个哲学上的一个表达了 那你像这个 以民为本这种思想 应该说 在我们早期 他也有这类的表现 就是不仅仅讲说民为邦本 不仅治国它是根本 而且把它作为一个 这个 整个这个宇宙世界里边的一个重要的根本 你比如说 那个上书里边 和那个 那个 古代的上书 现在有些篇章现在找不到了 但是现在大家都 这个 这个 这个春秋战国时代 有些人就当时 引用当时 人民还看得见的 一些上书的篇章 那个里边就 反复出现了这句话 叫做 这个 天是自我民事 天听自我民听 是听 是就是看 是吧 这讲什么呢 天啊 天在这个 西州以前呢 包括商代 他是一个最高的神 他是最高的神 但是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神啊 他自己没有独立的视听 他没有自己的眼睛 可以看这个世界 他没有自己的耳朵 可以听世界 那他怎么了解世界 感知这个世界呢 他是通过人民的眼睛 看这个世界 通过人民的耳朵 来听这个世界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他是要以人民的愿望 为愿望 以人民的要求 为要求 以人民的意志 为意志 你看 这个当时 这个就把那个 民为方本的思想 是吧 他就表达的 更加不变 变成 变成宗教和哲学上的 一种观念 是吧 什么是上帝 上帝的眼睛 就是通过人民的眼睛 来看 那么这些观念 应该说 都实现了这个思想 那么他的思想的经典表达 是吧 那当然就是孟子 因为孟子讲的那句话 叫 民为贵 涉地辞之 君为情 刚才我讲过 那个贵字 贵字不是简单 贵字本身就体现了价值观 所以你看他的民为贵 民为贵是对谁呢 对君为情 所以在全世界里边 是吧 讲政治思想 在古代社会 在君主制的社会里边 讲人民是最重要的 最宝贵 君主 不重要 清啊 是吧 这个思想应该说 非常了不起 是吧 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思想 那么这个思想应该说 他 他是 在中国古代 他 他一直是延续 是吧 一直延续 那么 这个 一直到这个 那个 我们明清时代 是吧 这个古代社会 一直是延续 是吧 呃 此人他讲 民为贵 君为清啊 我们历代的皇帝 是吧 作为君王来讲 君主来讲 在价值观上 也接受这次对 是吧 只有一个皇帝 是吧 就是以前被我们歌颂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是吧 他 他不主张民为贵 君为清 是吧 这个就是朱元璋 明太祖 朱元璋 是吧 号称 农民起义的首领 他做了皇帝以后 看这个 孟子 所以说孟子怎么老是代表人民说话 怎么不代表君主说话 是吧 说这个不行 说这个把这个孟子应该应该应该请出孔庙 因为我们知道孔庙有这个有这个陪寺 是吧 就是孔子的学生和后世最有贡献的儒学者 才能进入他那个正殿的陪寺 是吧 说这个孟子不行 孟子把他赶出去 孟子代表人民说话 是吧 那文武百官 大家集体反对 说这个是不得 是吧 孟子是圣贤的 孟子讲的话 这是不是千百年来 是吧 大家都是认为是真理 怎么能说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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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皇帝一句话 就把孟子请出去了 这不行 那怎么办 说那找一个人 说 把这孟子这个书 把它进行删解 把那代表老百姓的话 都给他删了 就留下那个 把那其他的留下 这本书呢 叫做孟子结文 删结了以后 生业了 是吧 就这么一个皇帝 那么除了他以外 包括唐太宗 是吧 我们看那个历代的 我们那个中国的皇帝 包括我亲戒的 都是 认从这个 以民为本的价值观 这种政治思想 政治理念 所以我们说 这个第三点 叫做以民为本 这个呢 当然我刚才讲了 这个到今天呢 刚才更明显了 刚才我们讲的 以林为本 说这个 这个 毛主义的时代就有了 到了我们那个 十几年前 我们的政府也提出来了 这一样 是吧 这个以民为本 我们已经这几年 有很多题了 是吧 那个 我记不住啊 如果大家有那个 那个做领导干部的 可能 我记得 六七年以前啊 有那么几句话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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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为民所谋 立为民所谋 有那么几句话 是不是 是吧 那个四句话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的具体 我应该是教书的 就是不熟悉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官场的语言 但是 我有这个印象 那明显的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 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表达 所以古代思想 它不是仅仅存在的古代 它在我们这个文化的深处 它一直存在 它作为价值观 它今天也 也对我们还有支配的作用 最后一点 叫做 我们叫做以和为的 这个和 不是那个和平的和 我这讲的是和平的和 一会儿再讲 我是讲的那个 合作的和 合作的和 因为我们这个是从那个 从治国 治国理政 从政治方面来讲 那么 以和为本 是和什么东西相对立 我们要讲的 就是分 就是分 这个和代表统一团结 分就代表分立 分立 对抗 因为我们讲治国理政 这个 我们这个 那个 三国演义 我们在座的男同志 都比较熟悉 那个三国演义 你从这也可以看 就是那个 女同志不太喜欢看 三国演义 一上来几句话 天下大事 和酒必分 分酒必合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 分和的 这个观念 应该说 它是渗透在整个 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地上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 应该说 有和的势力 也有分的势力 有和的势力 也有分的势力 但是几千年以来 最近是和的势力 大于分的势力 和的势力 长于分的势力 特别在人民群众的内心 来讲 它是赞成存一 反对分立 所以这个应该说 我们今天讲这个和 是非常重要的 古代的人民 为什么赞成统一 不赞成分立 我想古代一个 非常简单的道理 就是一个大一统的 统一国家 在相当的程度上 消灭了 减少了内部的战争 像通过这么一大个国家 如果变成十几个二十个国家 那内部的那个战争 那就应该说 每个时期 都不能都不能够 都不能少 所以和和统一 最大的功能 就是和平 就减少了分裂的国家 之间的战争 因为这个在历史上 是很明显 包括你看欧洲历史上 有些战争 由于国家的统一 所以内部 你说各个省市间的战争 那就不可想象了 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老百姓 他直觉的 他就会赞成 就是从一带来安定 带来和平 因此呢 虽然每个时代 都有一些政治上分裂的人物 但总体来讲 中国历史上在价值观上 他是宠上和 而不是宠上分 那当然了 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 以和为准呢 他的 除了政治上的这个理由以外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统一与分裂 国家的统一 民族团结重要性 作为价值观来讲 他还代表了一种 更广泛的思维方式 在我们今天呢 还是有目标意义 在古代更不用说了 就是 国家的统一 和 这还是只是在一个中间层次 还不是最高层次的和 古代讲究的最高的和 就是天人和一 天人和一 那么天人和一呢 当然如果我们从今天来讲呢 它是讲 人与自然的 这种和一 统一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最近几年来 我们讲那个 是吧 这个 特别强调这个 关于生态文明的建设 是吧 国家发展的 不管几个布局吧 是吧 几个方面 是吧 生态文明的建设都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 如果从生态文明的建设来讲呢 我们古代文化的资源 就是这个 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一 亲人和一 所以这个和子呢 我刚才讲了 它不仅仅是国家和民族的 它也代表人与自然的 它有一种价值观 所以为什么 我们先讲这个 以和为稳 应该说 这个 它既符合我们古代 这种思想 同时呢 它也是在我们今天来讲的 有重要意义的价值观 你讲 我们讲以德为本啊 以德治国啊 以民为贵啊 这种天人合一啊 在今天来讲 都是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是我讲的 第一个层次 国家层次 是吧 治国理论的层次 那么第二个层次呢 社会的层次 是吧 社会的层次 那么 社会层次呢 我们 变个讲法 因为刚才我们为了 结合我们今天的时代 因为我们 实在我们不是我刚讲 我们那个十几年前 是吧 我们的那个上一届 那个 党和政府不是提出来 就是明确提出来 以人为本 是吧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以人为本 是吧 作为一个标题 我们用四个为本来讲 是吧 我们把这个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我们跟近代西方社会 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的社会价值观 整体上作为一个对照 我刚才讲 这个价值观一定是要有对照 在对照中 看出你那个价值偏好 是吧 人和神之间 我更偏好人 是吧 德和行之间 我更偏好德 所以我们把这个西方近代社会 他的社会价值观 作为一个对照 我们讲几点 讲几点 这个中国古代社会的那个价值 在社会层面的一些重要的理念 因为跟西方来对照 我们就不采取刚才那种古典的方式 形式 什么以人为本 以德为本 我们不用这个形式 我们用一个比较 能够跟西方形成比较的形式 我也讲四点 第一点叫做 责任先于自由 第二点 叫做义务先于权力 第三点叫做群体高于个人 第四叫做和谐高于冲突 那个和谐的那个问题 我们放到这个社会的层次 来讲 责任先于自由 我们知道 自由权力 个人 这都是西方近代社会 特别突出的价值观 第一个就是自由 那么 相对于自由来讲 当然 这个自由是一个重要的价值 我们今天 我们讲这些呢 不是否定自由 否定权力 否定个人 而是怎么摆正他的关系 确定他一个合理的先后次序 我们不是用责任来否定自由 不是用义务来否定权力 不是用群体来压制个人 而是在价值观上 确定他合理的次序 摆正他的位置 那么 比如说 从中华文化来讲 中华文化 我们的传统价值观 应该说 他是推崇责任 不是推崇自由 有没有讲自由的 有 你比如说 像我们看那个庄子 庄子的哲学思想里头 他也讲的那些自由 更多的是一些 个人的精神自由 但是从这个 我们从这个 孔孟以来吧 我们看 在中国人的这个生活里边 思想观念里边 他更突出责任 责任当然是我们现在的概念 古代没有现成的责任 但是古代也有任何责 是吧 你比如说 这个孟子 是吧 孟子讲 这个 因为孔子和孟子 是催崇君子 君子的人格 那这个 这个 孟子讲 那什么是君子 什么样的人格 是君子 所以君子 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 就是自认 以天下为重 认就是那责任的人 自认 以天下为重 要把天下 那么重的责任 担在自己的肩头 这才是君子 是吧 自认 以天下为重 自己要把这个责任 扛在自己的身上 这是责任 这是 这个自认就是 古代的责任的意思 是吧 那照西章来讲 我个人的自由 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事 不关我的事 不重要 最重要是我个人的 这个 这样的自由 个体的自由 是吧 我个体的欲望 我个体的生存 但是在古代 我们看 是吧 古代的先进中国人 是吧 孟子讲的 君子的理想 是这样的一种 是吧 那么 到了汉代 是吧 因为先秦呢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士的概念 孟子来讲 除了君子 还讲这个士的概念 战士的士 古代呢 是一个是 最低的一级的贵族 也是那个 有知识 最低的一级的贵族 那么到汉代呢 这个 把这个阶层 叫做士在夫 士在夫 那么汉代士在夫呢 他就把这个 孟子的观念呢 进一步的 做了发展 发展呢 就是 以天下为敌人 那今天我们 这已经成为我们 成为我们的俗话了 是吧 这个 以天下为敌人呢 这个汉代的 这个 士大夫来讲 是 非常平常 所以汉代以后 就成为 中国古代的 读书人 是吧 只要你是个读书人 他就有这份情怀 你比如说 那个 宋代的士大夫的代表 然后有个人叫做范仲淹 是吧 写过《月圆楼记》啊 是吧 我们的中学都是作文的吧 都是课文的吧 那 范仲淹里面讲 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孟子不是说 是吧 自认以天下为重 是吧 那汉代的士大夫 讲的 以天下为敌人 都是讲的天下 那范仲淹讲是吧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是吧 都是把那个天下的忧乐 作为自己最关心的东西 是吧 为什么把它作为最关心的东西呢 那就是因为你 历来你有这种责任心 这种关心就是你的责任心 是吧 那那个你像我刚才讲的读书人 是吧 明末的东西党人的那个读书人 那写的那个对联 是吧 那夏天讲那个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 是吧 如果讲那个关心 关心就是那个责任心的表现 他不是关心个人 超过个人 首先关心家庭 家族 是吧 然后国家天下 是吧 他都体现了这样一种这个责任的意识 所以呢 中国古人的强调责任 优先于 个人的罪 我想这是第一个对比 那么第二个对比呢 叫做义务先于权利 这关键都是近代 是吧 近代才有的 这个 一些观念 是吧 古代我们也没有权利的观念 其实西方古代也没有权利的观念 是吧 近代才有 那么 义务和权利 是相互性 那么在近代西方的社会价值观里面呢 更突出的是个人的权利 突出这些 那么我们古代 像中华文明来讲的 应该说 它是比较强调义务 因为这个观念 应该说 也不是我们今天才讲这个观念 上个世纪很多的大学者 已经提出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有一个重要的儒者 他叫梁肃明 梁肃明啊 他是被称为啊 二十世纪那个现代新儒家 三圣之一 三个最有代表性 那么梁肃明先生呢 他早年在北大讲学 批评新华运动 盲目的打倒孔子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 从二十四年开始吧 他就投身乡村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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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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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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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冲出的时候 他一定要取舍 要清除 要舍生 要取义 另外还有 像中国古代很多 很强调 就是人的这种人格尊与 他不是物质需要 能够带去 古人有一个人 饿得不行了 有一个人 用和适的声音去要求他 然后把一块剩馒头 用脚踢给他 他不会吃的 他对他人格是一个物质 古人不识 绝来之时 你用物质的词汇 照顾他 然后给他一个什么吃的东西 他认为对他人格是屈辱 虽然很恶恶是 恶恶恶是代表着他那个 他的物质的需求 但是人格的尊严 所以人格的尊严 人格的价值 人的理想 比生命还要重要 所以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简叫概括为 心 胜优 所以这个个人的层次呢 我们就讲这个 字典 以上这个三个层次呢 就是我们 对这个 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 对应于今天吧 三个层次 我们做的一个 简要的一个提示 那么最后还有十分钟呢 我简单讲讲第四点 这个第四点呢 就是 中华文明的价值观 跟这个今天的那个 受主义和价值观相比 他还有一些什么特点 需要我们今天注意的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古代文化的价值观 他跟今天的很估计一点 他不是仅仅通过这样一些 三个层次 每个层次里面都有这么 四种观念 这么讲的 他是跟这个社会的 基本道德概念 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刚才也讲的价值观嘛 但是这个价值观 他在社会上发生作用 是和古代社会的 基本道德概念 他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比如说什么是基本道德概念 我们大家马上想到 仁义理智 或者仁义理智信 就是古代的文明 他的那个真正价值观 他不是仅仅是 我们刚才以上讲的 这些很重要 但是他在社会上 他能够付出人的实践 特别是在个人层面 在个人层面能够付出实践 是跟那个 他的基本道德概念 联系在一起 我们今天 应该说 就看出这个 我们今天的一些 一些需要感性的地方 我们在个人层次上 我们现在就讲那四条吧 是吧 个人层面就是爱国敬业 是不是 友善成谢 是不是这样的 是吧 就这四条个人层次 那古代社会来讲 这个人层次 非常丰满 非常丰满 是吧 我刚才讲 首先 至少他要跟人与理智性 是吧 这些要结合吧 因此 如果跟古代社会相比较 我们发现 现在社会 我们今天现场 没有建立相应的 重要的基本道德概念 然后在个人的 道德概念和价值观层次 没有细化 这就使得 所谓圣物主义核心价值 就那四点 个人层次 应该说 根本就不够用 哪够用啊 您自己想想看 我举一个例子 最普通的例子 我们在社会上 大家所有 所有人都经常关注的 一个行为 就是建议勇为 建议勇为 今天我们社会 不管很多的具体观念 都是分裂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说 高度一致 建议勇为 当然 什么个别的 什么现象 另说 不得是说了 个别的什么 什么痛词的 真的不说了 就是 对这个现象 大家是 高度一致认同 可是反映 这个 大家这种 价值观的 道德规范 道德概念 在我们社会 核心价值观里边 在我们二十四个字里边 没有 有吗 爱国敬业 都是在我们 国家层面 社会层面的那些 对应 仅仅一个友善诚信 应该说 还不够 还不够 那么古代社会 当然有了 因为它有这个意字 你建议有没有 它有这个意 仁义理智 其次一个特点 就是 古代的这些 道德概念 它是贯通的 不是分层的 这个仁义理智 它既是个人的 基本道德概念 又是社会和国家层面的 价值概念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使得它 还有一个特点 这个优点 就是它比较浅要 我就记得 仁义理智信 就行了 国家也是这个 社会也是这个 人也是这个 最重要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 这个大家 有好多人讲那个 二十四个字 不好记 古人他没有 这个不好记的问题 他很集中 他那个是 贯穿三个层次的 仁义 仁义既是治国的里面 也是社会 文化的里面 又是个人的 进行的里面 那么这个呢 跟我们今天这个体系 要相比较来讲 也是不同的 是吧 那么 刚才讲那个 细化的问题 是吧 那仁义理智呢 应该说 在古代来讲 这是最有代表性 是吧 最有代表性 那么 它的联用 鉴于孟子 是吧 一般我们 一般我们来讲 在古代社会啊 大家耳熟能详的 其实有这么几点 是吧 就是 仁义理智 很容易记 是吧 然后 孝提忠信 然后 礼义廉耻 孝提忠信的联用 也是建于孟子 礼义廉耻 的联用 建于管子 那么 如果我们讲 那个大学中庸啊 古代讲四书嘛 那大学中庸里面 还有四条 在古代也是比较重要的 叫中和成静 成就是诚信的成 静是尊敬的静 是吧 所以这样呢 贯通四书呢 它是仁义理智 中和成静 孝提于忠信 礼义廉耻 其实也很容易记 在古代社会里 它已经在 至少在明清时代 已经是贯穿在 这个社会里面 常用的这个 这个概念 那刚才我讲了 这个这些概念呢 它既有个人的意义 也有社会的意义 你比如说 从个人层面来讲 我们讲 人 义 理智 人 人就是敦厚慈爱 敦厚就是说要厚道 慈爱 爱 义是道义去恶 就是坚持 用道义来去从那些 恶的 不对的东西 理呢 理就是要守理敬让 尊理守理 讲究敬让之道 智就是明智明辩 但是你如果说 这个在知口理政上 人就不是讲那个 敦厚慈爱 人就是要人政会民 要有会民的政策 要实行人政 人政是孟子的概念 叫发政诗人 把人这个概念 这个价值 把它要事发在 政治和行政的实践里 意义在社会层面 在国家的层面 就是社会正义 孟子很多讲法 都已经包含社会正义的概念 理 理在这个意义上 从社会来讲 理就是强调 强调文化的体系 文明文化的体系 所以这个 从这方面来看 就是古代的 整个它的价值观体系 它跟它的基本道德概念 是相配合的 是吧 换句话说 我们说 它是跟中华文明的美德体系 是相配合的 价值观体系和美德体系 是相配合的 所以最后 我再讲这一句话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 是吧 2013年在山东 居服 特别强调 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 说每一个人 中华民族每一个人 都要做中华美德实践的主体 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 不仅是要传承中华文化 这个意思 也是因为 如果我们孤立的 讲含养 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 是不够的 是不能应付我们今天实践的需要 你光讲24个字 我们现在还讲 很多让小孩子 一年级还不到的小孩子 背那24个字 那个对他的养成 有什么真正的益处吗 没有 一定要配合着中华美德的教育 含养和见性 所以我想这一点 是我们今天讲这个社会核心价值 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好吧 今天上午的时间就这样子 就讲这么多 不对的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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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